拿到慈云寺所举办的书法绘画比赛奖项 孩子们兴奋极了 第一次得奖就是觉得非常荣幸 也非常开心 同路创作画出慈云寺的地方特色 今年的得奖作品 直接在一楼广场旁展示 融合在地慈悲精神的书画得奖作品 献了许多民众驻足欣赏 每年都心已经千位学子报名参赛 奖金也很丰富 每年我们在评审老师来评审 我也在旁边看 真的是不晓得选择 怎么选择 都写得很好 画得很好 难免有疑似之汗 希望学生更加努力 明年来拿个前三名 高中组第一名就可以获得八千元 寄出高额奖金 就是鼓励孩子发挥创意 很开心能够带小朋友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们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 不只是看到庙宇的美 然后也能在艺文方面 有很多的发现 就非常感谢庙方可以办这样的活动 而且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 让学生 然后从幼儿园 国小 国中 高中 通通都有机会 能够有这样的舞台 展现自己的能力 今天我们也看到 这边有很多得奖的佳作 尤其是像我们高中生的 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说 这些高中组的作品 完完全全可以跟一般成年人的艺术家 绘画家来去做比拼 总共八十位的得奖者 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相信也会对我们地方上 对基隆市 栽培更多更好的人才 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书法 跟我们的画作的作品 那看到这些小朋友呢 他们的文化艺术涵养非常的高 这要用三星一举文化的 一个传承的活动 来延续下去 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学者们 大家尽量来参与这种活动 增加自己的一个艺文的一个气息 开心地拍下一张张合照 为容年的元宵艺文活动 画下完美的句点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OK OK OK